林淑豪 篮球竹梦 华人荣光 林淑豪转战CBA第一个球技 先是被选为明星赛北区人气王 近期又再获殊荣 获选为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 并由母亲代为领奖 虽然仍在球技当中 林淑豪无法亲自出席颁奖 但本台独家在颁奖前采访到林淑豪 他畅谈了最近练球的状况 我现在在训练不是因为明星赛 我知道虽然我现在不能为我的球队打 可是我还是要每天训练 我的技巧体力这些东西不退步 由于球队整体调度考量 林淑豪暂时被换下先发位置 让他正好能冷静下来 适应CBA全新的战场 如果很层次 我觉得我现在的成绩不太好 这些东西我需要改变调整 是我自己的心态 自己的打法 慢慢了解CBA的打法 以北区最高票助选 他展战CBA后的首场明星赛 林淑豪除了感谢球迷支持 更期许自己在短暂的调整过后 能有更好的表现 带领球队赢得未来球季中 每一场胜利 记者李宗峰杨七浩辰联安报道